所以一定是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太奢華了吧 天啊 你看怎麼燒蝦的胃都吃掉了 哇塞 太豐盛了 太豐盛了 三蝦全棋耶 有啊 三吃 我們今天要徹底當個蝦妹了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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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一桌真的是得了 剛剛其實是對的就三一樣 但有一個人坐在前面就是一直吃 不是 一直吃 他提早炒好 然後放到我面前 超香 你吃得不像君啊 真的 我現在吃一次少一次耶 我還不吃飽喔 我的天啊 我們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很酷啦 這一桌都是你炒的對不對 真的 我喜歡吃 總共三個 我要細細品嘗 好Q喔 剛剛炒的完全不一樣 而且那個海味非常濃耶 對 對 而且這個是有另外調味嗎 今天就都沒有調味喔 也沒有加一點胡椒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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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一咬下去整個它那個濃郁的味道 整個噴射在你嘴巴裡面 超髒髒的 大海這樣嗎 對 大海 真的 好扯喔 拜託 今天我做美食出身的 不要看你以為 我為什麼會坐在這個位置 就已經先選好位置 離火燒蝦最近距離 剝我不行 但吃我可以 超專業 我自己都還沒有看過 這麼一大盤火燒蝦 所以一定是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太公分了吧 真的 太奢華了吧 天啊 你看火燒蝦都快了 都吃掉了 你這樣會不會太浪費啊 怎麼樣 他什麼意思 就是… 他現在沈浸在那個火燒蝦的 我覺得他這樣吃太奢華了 他嘴巴就是一整個海底世界 我感受到了小美人 嘴巴吃丁 多出來是不是 然後我剛剛 一口吃進去的時候 有那個 你浮在跳 那個小美人魚的歌 我整個 吃了一整個海味啊 嘴巴就是海洋生態 你知道 你知道 因為光姐說 它完全沒有調味 我真的覺得很困濕 嗯 它的味道其實 以沒有調味來說 它算是重的 對 對啊 它只用蒜頭啊 跟蔥下去爆炒一下 然後因為它曬乾了 那它雖然水分抽乾之後 它完全沒有乾柴 它反而是那個彈性 對 變得很好 你咬一口 它會回彈起來 對 還給你那個拉長 對 它雖然小 可是我覺得這小小一個代表了非常多的東西 這小小一個代表了我們台灣的美食文化 對不對 代表了大姐他們辛苦的 對 然後代表一整個海洋那個味道 我前面一直講說 火燒它現在是真的非常難得的食材 因為它又被弓 剛剛大姐不是有講說 那一盤 那一盤又挑五百隻出來耶 我們在那邊 差不多十五分鐘才挑個十隻 就是 弓真的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比較野生的 對 然後現在做的人也越來越少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吃吃看火燒蝦的話 可以來青昆座這邊找大姐 好 今天謝謝大姐 謝謝 可以繼續吃一次 我吃不下 我想吃肉粽 吃一次少一次的火燒蝦